Hello 今集的福石園黎明和上一堆交流了很久 始終搬去加拿大 搞了很多事情很忙 終於有時間坐下 上次說到我讀高學 讀了兩年 非常之不習慣 所以剛剛去到 我都說英文很差 已經要考SAT、SAT2、TOEFL 成績實在不太理想 除了SAT的數學之外 其他都不太理想 做香港人考的數學真的容易到爆 其實SAT score不到某一個水平 都很難入到很好的大學 尤其TOEFL是一般 正常 總之我現在想 當時也報了很多大學 例如兩間UC、Ivy League就是Columbia、Cornell、Brown 還有BC、TUFTS、NYU就是我的水平 然後SAFET就是BU 那些公開試分數很差 但其實我的GPA很高 校內的成績很高 因為校內都是考試 可以讀很多理科、Physics、Biology、Chemistry AFO、Calculus 那些水平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困難 然後我發覺 報應當時 其實我當時寫的東西真的太不行了 因為如果你入名校 其實很多有extracurriculum 即是入校隊、Sports等等 即是音樂、即是Sports很厲害 即是一定的 我校隊也不少 我排球有田徑 但譬如在一些internship 或者做NGO Volunteering 那些東西非常之弱 當時也沒有什麼人特別教我寫 可能是家姐幫我看看 那份College essay 但其實寫的東西 都不是top-notch 即是問我看什麼書 那些 你都說很平坡席序 但誰對你影響最深 可能我都說我朋友 或者我師姐 我 role model 即是 It's not enough 即是不夠 而且我也沒有去任何College interview 因為不想再暴露我英文不好 所以只交了application 沒有early action 沒有early decision 最後Spring Term 就收了一些acceptance letter 其實都是那幾間 我預料到那幾間 就是Boston College Tufts 和NYU 我都忘了我的thinking process 為什麼我會選了Tufts 我又怕NYU太玩 在紐約肯定玩到心都瘡 天天購物 BC 感覺好像比較保守 或者TUfts有個很好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Program 其實我覺得TUfts小一點 小一點對我的發揮就好一點 選了TUfts 理論上我應該是99年入學 99年畢業 99年9月入學 誰知道呢 因為我入不了Ivy League 被我爸爸罵得瘋 打電話給他 也被他罵得哭 他覺得我浪費了兩年中學的學費 因為我那些私校 我是讀一間NMH Northyuma Herman 那些私校又要寄宿 其實都很貴 一年三四十萬港幣就跑不掉 你夥食加住宿 你再有學費 就跑不掉了 好像浪費了錢 入不了長春藤 所以我爸爸就說我不給學費 不給學費 所以一定要跟TUfts說 我入但要defer一年 我那一年都不知如何好 爸爸叫我去New Jersey 他在公司工作 當然不想 我暑假回香港 不願意去香港 美國那邊沒有人 回香港 當時打算繼續做model 或者拍戲 始終我97年離開 99年拿回 如果我拍一年 也不是不行吧 99年市場真的和我97年 我97年還是9月前離開 市場還未倒閉的時候 不是 市場還未倒閉的時候 我是拍很多戲 做很多model 但99年市場真的不同了 所以 有機會少了很多 還有 那一年 我在香港太百無了賴了 因為9月後 我的朋友 都回到美國 英國 加拿大讀書 我愚蠢蠢一條人 當然我香港也有朋友 沒有去外國讀書的朋友 但他們也要上學 其實他們都是剛剛入中大 港大 成大 他們都在適應 然後 都沒什麼時間理我 可能weekend約一下 但我一至五百無了賴 沒什麼做就做什麼 就吃 經常都吃吃吃 吃到自己都肥了 肥了就更加沒有modeling job 變得很頹廢 我去到Christmas的時候 肥到一隻豬 因為我的朋友 從美國加拿大 Christmas又回來放假 他看到我去 你什麼事 我肥到一百 在我來說 可能我那個暑假本身只有九十七磅 去到Christmas會變成一百十磅 很誇張 一百十磅 我看起來已經吹脹了 很恐怖 唉 那算了 在香港在這裡糧地 沒什麼做 所以Christmas之後 我去了New Jersey 那時候真的去了我爸爸公司工作 做receptionist 沒有什麼做 都叫做豆分糧 一個月五千多元美金 豆分糧 住在我姐姐家裡 因為我姐姐也是幫我爸爸打工的 以前 在那段時間 其實是acquire了一些skills 首先有income 要自己理財 我姐姐又碎我在TD Waterhouse 開股票戶口 買股票 不過我都不懂 隨便買 買半導體 還有英文好了 始終在corporate環境 都要多說英文 還有 不過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英文好了一點 好一點 還有學會了開車 我很小考了車牌 一直都沒有practice過 然後我姐姐便我 天天約我開 開車厲害了很多 那時候我爸爸住在New York New York City 在Central Park附近 所以我經常都會去New York 去得多 有時候開車去也有成 去得多就變成 做了一個New York通 我真的由Downtown 走到Mittown 走到Uptown Central Park Department Store Goodman Bloomingdale Sax River 地毯式走 SOHO 每間店舖地毯式走 變成一個New York通 有時候去Rave Party 那時候是很流行的 也有的 同學又會從多倫多來探望我 那時候拍拖 我男朋友 那時候的男朋友 涵豐年 在倫敦 他又會來探望我 我又會去倫敦 那半年 我又會去多倫多探望我朋友 那半年是很多時間旅行 要自己管理 再管理自己的財政 我之前也跟你說過 其實我很小時候 已經獨立管理自己的財政 但現在再要再聰明一點 在那裡過了半年 然後暑假又回到香港 然後就真的等待入TUPS 變成我二千年九月才入TUPS 入TUPS也有一段小插曲 就是那時候 我跟倫敦男朋友拍拖 他又長久一點 那時候 臨入學的暑假 在香港玩得瘋了 玩得瘋了 日見夜見 去到TUPS 真的不習慣 不習慣到天天拿著電話哭 講電話幾個小時 我都想不到我為什麼會這樣 拍拖還拍拖 我沒理由拍到這樣 還要瘋到 九月才入學 十月就馬上飛去倫敦 要見面 Christmas那些飛去倫敦 那時候是經常飛去倫敦 那時候是Paris 現在回想起來 怎麼會這樣 這麼大個人 我二千年已經二十歲 拍拖又不是第一次 沒理由搞到這樣 但真的 可能是長久一點 覺得很珍惜大家見面的時間 剛剛入TUPS 都沒什麼 那段時間過了 沒什麼 因為又不認識新朋友 那時候對男生的依賴性很大 後來TUPS都習慣了 第一年有迫我住宿舍 其實我很怕住宿舍 其實我很怕住宿舍 不過TUPS 其實我TUPS的時間很短 可以下一集再講 我是Freshman year 入了去 第二年 我讀了三年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考了很多 Advanced placement 叫AP Credits Apply了很多 我已經讀少了大半年 至少 讀少少summer school 可以三年畢業 其中我半年去了上海復旦大學讀書 不足夠再講 也講了十分鐘 不足夠再講 有半年去了復旦 其實那半年也有很多得著 就是學了假歷史 因為當時我爺爺公公婆婆都在上海 有些親戚都在上海 我多一點時間跟他們見面 我可以每星期都跟我公公爺爺見面 也很難得 因為以前他們全部都在香港 但我想對他們來說 上海都是一個家 所以他們老年就回去退休 不過我爺爺就不同 我爺爺是到處飛的 冬天就會在上海 夏天就會在溫哥華 春天就會在歐洲旅遊 每年的routine都是這樣 有些時間就在香港 那時候我記得 在復旦讀完一個聖誕後 也拿了四五課 復旦的經驗很辛苦 因為很冷 上海是濕冷 班房是冷過外面 我又租了地方 又上學也要踩單車 我不是新界人 我是香港人 我住在廣島 我完全沒有踩單車上學的文化 又要鎖單車 真的不鎖一下 就會被人偷了 所以一開始已經被人偷了 想著很煩 鎖來鎖去 但鎖匙不鎖 馬上沒有了 復旦 也是打了排球 後來咬斷了腳 腳尖尾骨斷了 裂了 變了又打不到排球 在那裡愚蠢蠢 也是見一下長輩 但是最慘的是 那時候我讀完 差點拿不到訊息 他們的admin 我讀了不同的部門的科 有些是講產業、經濟、歷史、文化 他差點給不到的訊息 我拿不齊 我可以去每個部門拿 如果拿不齊 我TUFSS都讀不了 很驚險 他們那些事根本亂到死 說就說收費交流生 其實一點support都沒有 TUFSS都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大學的課程是很簡單 你上了課、溫了書 那些考試 教得幾課就說考試 我覺得都是很簡單 做project就難一點 難度比較高 TUFSS當時有一個program 叫做Experimental College 就是讓你讀一些很不學術的科 我記得其中有一科 就是讀新世紀福音展示 它想說什麼 整套Animation 另外我讀了一科 就是Movie Making 那時候已經要剪片、拍攝、籌備 各樣各樣各樣 我對這方面都有興趣 TUFSS有讀過Photoshop 有一堂 做了一本Photobook 除了Economics 一些很標準的科 之外 我都有機會可以接觸到 多些不同的科目 如果你說現在看Photoshop Movie Making 就不是什麼事 但那時候我是零幾年 二零零幾年 就真的不是很多地方可以提供 那時候剪片的電腦 已經是用很好的電腦剪 算是這樣 但都是Render很久 可能現在也是 TUFSS順利畢業 其實那時候也挺有趣 我竟然在大學遇上兩個小學同學 一個男一個女 真的狀況都沒有這麼巧 不過他們早過我畢業 因為我入中學的時候 我已經重複一年 然後我入大學的時候 爸爸不肯給學費 Defers了一年 但我三年大學 我只追回一年 變成我是2003年的畢業生 理論上比我同齡的人 只是一年畢業 Tufson沒什麼特別 也是一間不錯的學校 我覺得環境不錯 駕車可以出Boston 也很快 有時可以去China Town買些食物 回來 不錯的經驗 就是冷 Boston那種冷 你忍得到就OK 課室OK的 又暖氣 不是上海復旦大學那一隻 所以OK的 下一集可能講一下 大學之後 回來香港 0371 SARS之後的香港 和我怎樣找工作 下集見 拜拜